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俄乌战争进入第756天 卫星图片显示,凡普军团控制区已经扩大到约有52平方公里 比整个阿弗迪布卡的面积还要大 这表明,俄罗斯的边防漏洞百出,境内守卫不堪一击 去年,普里克金势如破竹的长途奔袭并非偶然 当然,从定居点来看,目前凡普军仍然只控制了两个村镇 其中之一是比尔格德德的戈尔科夫斯基镇 自由俄罗斯军团已经占领那里三天了 普京的部队依然奈何不了他们 目前杀入俄国境内的反普军团正在持续壮大 人数越来越多,有名号的武装组织达到了六个 俄罗斯自由军团,俄罗斯志愿军团,哥萨克营,西部亚营 达大人战队和车臣志愿军 预计随后还将有更多组织加入 反普军的重装备也不断的在前线被拍到 十二的空间军是不想炸吗 过去24小时,反普军继续对比尔格勒德和库尔斯克地区 进行炮击和空袭 在库尔斯克市电力供应在爆炸后中断 比尔格勒德市区也遭到炮击 比尔格勒德地区的一个俄军基地 被自由俄罗斯军团的火箭摧毁 昨天一个自由俄罗斯军团的士兵 在戈尔科夫斯基政府大楼内部拍摄视频说 我们接管了当地行政部门 正如你所看到的 投票站已经开发 邀请所有人投票 比尔格勒德共和国的成立 迈出了第一步了 回到乌克兰战场 阿布迪布卡前线 乌克兰第47旅大青岛的 击溃前来进攻的两个牌的俄军 击溃了21人,伤16人 佩尔卧迈斯凯方向 地理定位录像 证实了俄罗斯人定居点 东部池塘旁边的存在 此前这里被认为是一个灰色地带 换句话说 这不是一个新的进展 只是正式确认而已 地理博和前线 乌军第501独立海军陆战步兵营 施救无人机部队 对左岸的俄军阵地进行了袭击 乌军士兵还在 克林基拍摄视频说 那里仍然牢牢的控制在乌克兰的手里 克里米亚方向 战事稍缓 俄罗斯人试图拖走毁损的豹子 拿回去吹牛逼 这是一辆瑞典改装的豹二 在战处中受损后 被遗弃在战场 俄罗斯人调来两辆坦克 用脱钩拉住豹子 并将其拖向他们自己的阵地 不料乌克兰无人机很快抵达 两辆俄罗斯坦克军被摧毁 乌总参公布的昨日战果 俄军又死840人 大家看看其他消息 乌克兰总司令 希尔斯基将军视察了乌克兰新型部队 无人机系统部队 并表示 技术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关键 无人系统在这里占据着重要地位 乌克兰无人机系统部队成立于今年2月 致力于改善乌克兰的无人机工作 创建专门的无人机部队 加强培训系统化 其使用增加产量和推动创新 以提高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能力 并使用无人和机器人 空中海上和地面系统实施有效攻击 前59旅旅长 瓦迪姆·苏哈列夫斯基上校 是该部队的第一任指挥官 试图向乌克兰奥德萨发射导弹的俄罗斯 苏尔斯·M于当地时间凌晨12点左右 在兹米尼岛附近失踪 3月18日 波兰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 科西尼亚克 卡梅什和德国国防部长 鲍里斯·皮斯·托里斯 在华沙附近 举行谈判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波兰和德国将一个装甲力量联盟 来支持乌克兰 这个计划目前已得到英国 瑞典和意大利的支持 到目前为止 支持乌克兰的各种联盟 已经达到了8个 包括空军能力 防空能力 无人机能力等等 今天 另一个拉姆斯泰英会议举行 预计将有更多的援助被宣布 种种迹象表明 现在似乎已经到了 各路猛人都要出来蹦的一下的时候了 在与俄罗斯签署安全协议24小时后 塞尔维亚总统吴契奇宣布 他们将在自己选择的时间 入侵科索沃 并警告西方 必须在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 做出选择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在开斋节活动中 与第四军团司令部的士兵 发表讲话 我们将在今年夏天 彻底保卫 伊拉克边境 并一定完成在叙利亚 未进的事业 两天前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 他们正在越境 袭击巴基斯坦军事阵地 以报复巴基斯坦 空袭阿富汗境内的 巴基斯坦塔利班 造成了巴人死亡 这个世界 比任何时候 都需要一个正常的美国 可以说 在人类的历史上 还从未有过一个选举 像今年的美国大选那样 举足轻重 你甚至可以这样来划分 国际阵营 希望特朗普上台的VS 希望拜登连装的 当然 美国人会做正确的选择 没有悬念 接下来 我们再说说哈尔方面的消息 3月20日 以色列结束加沙 南部哈尤尼斯哈马德 结束 哈马斯基础设施被摧毁 超过100名哈马斯分子被消灭 以色列称 向加沙南部之前 未到达的地区推进 还对约旦和西岸可能存在的地道 进行勘察 哈马斯持续遭到打击 针对西法医院的后续行动 还在继续 以色列称 有超过300名哈马斯和PIG 嫌疑人被捕 以色列称 在行动中继续 对哈马斯高级指挥官 实施斩首和逮捕 此前哈马斯三号人物 马尔万 据起哈布 努尔巴尤米指挥 哈马斯警察 劫持人道主义援助卡车 导致以色列对其进行斩首 一天之内 哈马斯内部安全行动局负责人 哈马斯警察局长等人都被杀 接近一半的哈马斯指挥官被杀 足以说明 以色列是真下狠手 备受关注的人质协议达成可能性越来越低 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称 以色列在西法医院展开行动 是破坏停战谈判 哈马斯方面认为自己占据上风 以色列高级官员告诉以色列第十二频道 人们对达成协议持悲观态度 尚不清楚哈马斯是否真的寻求达成协议 还是只是在拖延时间 目前 以色列迟迟没有对拉法展开行动 是受到美国等国家的反对 特别是美国的态度 对以色列至关重要 3月19日 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中宣称 他向拜登明确表示 拉法的地面行动对于摧毁哈马斯至关重要 以色列决心彻底的消灭拉法的哈马斯 内塔尼亚胡派出战略事务部长 罗恩·德默和国家安全顾问 查其哈内格比前往华盛顿 与美国讨论继续打击哈马斯的问题 以色列国防部长约夫加林特 也准备前往美国与美方长奥斯丁 讨论以色列计划的拉法地面进攻 以色列态度很明显 不管遭遇多大的阻力 拉法行动必须展开 这意味着哈马斯机会不多了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 哈马斯可能要被巴勒斯坦人抛弃了 3月19日 即将商人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总理 穆尔默德·穆斯塔法提出广泛的振兴蓝图 包括重建信任 统一西岸和加沙等举措 穆尔默德·穆斯塔法还表示 他将任命一个寄住官僚政府 并建立一个独立信托基金 来监督加沙的重建 整个愿景声明没有提哈马斯 被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都不接受哈马斯 意图已经很明显了 哈马斯必须在加沙出局 加沙将不会有哈马斯的容身之地 3月19日 政党党继续对以色列边境进行袭扰 之后遭到以色列的空袭和抛击 同一天 以色列宣布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边境 组建新的地区里 专门从事困难地形作战和山区作战 加上此前的后勤补给演练 以色列正酝酿在拉法行动之后 对珍珠党实施全面打击 打卡袭扰以色列并不能改变什么 最终将珍珠党将付出巨大的损失 3月19日 胡塞武装遭遇美军再次空袭 之后胡塞武装发言人亚罕利表示 将红海的一艘名为马多号的游轮 发射反舰导弹 并有意导弹瞄准以色列 埃拉特地区 马多号的游轮没有被击中 进入以色列 埃拉特的可疑空中目标撞击开国地区 以色列没有任何的损失 胡塞武装声援哈马斯的行动 除了拦截商船 发射导弹无人机 似乎并没有什么更好的招数 也拯救不了哈马斯 以色列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 美国对拉法行动不支持 以至于相关计划都要推迟 如果以色列说服美国 甚至顶住舆论压力 很难想象 拉法的哈马斯四个营能对抗以色列 这本身是毫无悬念的一场战斗 哈马斯不可能赢 利用人质舆论仍然无法对抗以色列的时候 将意味着输得更惨 节目最后恳请宽宜的朋友给大雄一起打赏 做视频呢已然不足以糊口了 最近因为俄乌话题日趋敏感 视频被大量的荒调 流量也急剧下滑 所以啊 恳请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 国内的朋友啊可以扫频道主页的赞赏阿尔玛 进行打赏 在此 大雄向大家表示真挚的感谢 我们下期见